李光碧 2016年战争正处于两军对峙的状态 李光碧带领军队负责攻下淮州 敌军首领史思明也率领军队前来 两个军队隔着黄河对峙 谁都不肯相让 于是史思明心生一计 他派出一队人前往河清渡 把守住李光碧运粮的要道 这样一来李光碧军队的粮草通道就被切断了 李光碧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忧心如焚 就亲自率领了一千人前往野水渡驻扎 以保证粮草能够畅通无阻的到达军队 晚上李光碧离开野水渡之前告诫属下 敌军的高廷辉和李日月都是力敌万人的勇将 史思明必定派他们其中一人前来劫我 我现在就走 你们在这等着 敌军一来 你们无需跟他们交战 但是敌人要是投降 你们就带他一道来见我 属下们听到李光碧这样说 都感到他异想天开 不禁哑然失笑 双方军队正处于胶着的时刻 敌人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跑来投降呢 然而李光碧毕竟是军队的首领 碍于军威 就算大家心中不信 但是谁都不敢当着他的面质疑他 是叶 史思明果不其然照来属下李日月 对他下了军令 你带领上五百人今晚就过河 势必杀死李光碧 带回他的人头 他善于防守 如今却是带领军队在野外驻扎 肯定能够打败他 要是任务失败 就带着你的头来见我 李日月领命前往 带着五百铁骑连夜过河 在天刚刚亮的时候 李日月到达了野水渡 想要攻进去 但是李光碧留下的牙将 死死固守着营寨 所以李日月带领的军队 根本无法攻进去 最终只能让士兵们 在营寨外大声挑衅 李光碧快快出来受死吧 牙将拥息好笑道 我们将军早就不在这里了 他昨晚就离开了 你们不要白白浪费力气了 听到这个消息 李日月大惊失色 默默思虑良久 他对部下说道 咱们的任务 是把李光碧的人头带回去 现在他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们的任务 铁定是完不成了 然而史思明这人残忍恶毒 哪里会体谅我们 回去只有一死啊 想到这里 李日月就带着军队投降了 对待李日月 李光碧没有把他当作俘虏来对待 而是以礼相待 而且尚书朝廷 要求封他为右京吴大将军 高廷辉得知此事后 也背叛了史思明前来投降 见此场景 李光碧的部下 对待李将军的高瞻原主 佩服的五体投地 但是又不明所以 于是便询问李光碧 为何如此料事如神 到底是怎么得知 他们会前来投降的 李光碧淡淡一笑 说道 吴擅长守城 可短于野战 而今突然出现在野外 活捉吴有如探囊取物 史思明必派五百精锐骑兵 连夜渡过黄河而抓我 抓不到即死 又说道 而高廷辉 他的能力远远在李日月之上 见到以李日月的才能 都可以受到朝廷的这般看重 当然心动不已 主动前来投降了 这番说辞有理有据 听得属下们赞叹不已 随后他们对李光碧将军 就更加敬佩了 并且李光碧曾经领兵守河阳 与史思明对驰了一年 史思明有一千多匹战马 每天在河南边洗马 用来显示他的马多兵强 李光碧便在朱银中 选出母马五百匹 等史思明的马下河时 他把母马赶下河 因为母马都有马居在城内 所以母马不间断的思明 思明的战马听着母马私叫 便渡过河来 李光碧都赶进了军营 可以说 李光碧是中唐出色的统帅 军事家 为平息安时之乱的主帅 史称其与郭子怡齐名 史称李郭 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 李光碧是中唐出色的统帅 李文碧是中唐出色的统帅 李文碧是中唐出色的统帅